今天用这条前鱼来做一个皮鸡蒙 把鱼肚切开 将里面清洗干净 再把前鱼的鱼鳅 还有鱼尾剁掉 鱼肉打热花刀 焖的时候比较容易入味 配料就准备点番茄 清洗干净后切两小块 锅里增加点油花锅 然后把鱼摆进来煎香 两面都煎香后 先把鱼盛出来备用 锅里留点油 剩下鱼鱼做包香 再把泡酒加进来一起炒香 炒出红油 再把番茄加进来一起炒香 全部炒香后加入一罐皮煮 调味就放点盐 白糖 胡椒粉 生抽 酱油 再加点老抽进来上色 调好味后把鱼摆进来 盖上锅盖 滚中火焖三分钟 把鱼焖软 焖入味 已经焖了三分钟 把鱼翻过另一面 转成大火 再焖三分钟 把汤汁收浓稠 汤汁已经收的差不多 切点青椒进来 然后切点淀粉水进来收汁 把汤汁收到浓稠 就可以光火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啤酒鱼 软嫩鲜香 一点腥味都没有 开杯要下饭 喜欢的可以尝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